大太陽底下歹徒歸歸碎碎 馬上被無人機發現 這頸間範圍又寬又遠 而且是24小時不休息 在台灣第一次 也在亞洲我看過 第一個是 它是不用人操作的無人機 是協助我們在監控這個地區的時候 我們人還沒有辦法到現場之前的時候 無人機可以先回報現況的狀況 這種的功能其實就是在比較大的廠房的地方 會比較有這個需求 因為一個人或是兩個人跑的地方會太大 所以無人機在這塊上面 可以協助我們在做更好的一個安全性的監視 原來這套無人機可是保全業者 引進找來日本合作 研發無人機監控系統 無人機遇到特殊狀況時 就會啟動前往現場 把及時影像回傳 在我們的系統等級裡面設定是6 超過6以上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就會判定說這是不可以飛行的 那像剛剛我們做的飛行就是將我們的風速打到8 那所以系統就認定說這個是可以安全飛行的 還有像是家電也可以變聰明 靠著感應系統一躺上床放間燈就會熄滅 我們上提供的服務基本上都是輔助生在大家的生活上的一些的便利 我們其實最關注的是其實就是帶給 希望帶給消費者在住家的時候安心 當然現在更流行的還有機器人管家 喊他的名字就能啟動家中電源 AI人工智慧走入家庭 速度超越你我想像 東森財經新聞林祈鈺和坤源台北報導